我们不断地在点香 点灯 当然这些都有无量的功德 乃至能够消无量的业障 更重要的我们做这些 每一个都代表一个菩提心 香也好 灯也好 水也好 花也好 因为站在佛教最重要的戒律 就是不能够离开一个正确的发心 叫菩提心 当然菩提所缘就是所有受苦众生 那这些受苦众生都对我们有恩 都像我们的爸爸妈妈 而且真实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那我想我们学佛就要 一开始要有这个信心 释迦牟尼佛这么说 虽然我们没有神通 真实地去了解 所以首先你要深写虔诚的信心 因为佛是真实语者 而且是圆满觉悟 大智 大悲 大雄利者 所以对佛所讲的 我们百分之一百地相信 那这个是最难得的 因为有些人说点香 不用啦 你点就好啦 然后大殿 没关系啦 擦三支香就好啦 不要点太多 几杯水就好啦 但是事实上佛在经典我们要我们要做加醒 十万香 十万花 十万灯 乃至做上供下施 施食都要 这个十万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 那基础上你要先累积这个功德 那这样你的虔诚心 信心 福报 才可以生出来 业障才可以消除 那这样以后你还可以进一步了解自信 所以就可以开悟的意思 进一步深信众生也是福 所以我想简单的动作重复做 但是每一次都用很重要的一个正确的观想动机去做 为什么因为众生无边 太多生命在受苦